年少轻狂误入了歧途 在狱中服刑期间 因为来不及送母亲的最后一层 而静下心练习书法 抄佛经 反省悔悟的人生 而直到去年才从花林监狱出狱的 吕学成 将自己的作品集结成册 希望透过上百幅的字画 来回馈社会 也期盼鼓励更多的更生人 展开新的人生 吕学成 大爱无色 重启生命密码 感恩之旅的巡回书法展 从即日起 是在花林县限定古迹 检察长宿舍进行展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前往欣赏 年少轻狂不慎误入歧途的吕学成 在狱中度过漫长的人生 因为母亲的离世 让她在狱中借着书法 抄写心经 繁星悔悟 充实自我 去年底出狱的她 把近半年来笔墨书画作品 集结出版丹墨情深 吕学成汉墨雅集 日前结束台北厂展出后 20日下午 在花林限定古迹检察长宿舍 结合花林更生人保护协会 举办大爱无色 重启生命密码感恩之旅 巡回书法展开幕及作品意卖 建筑无论历史再悠久 永远是死的 只有一个人可以让它活化起来 就是艺术家 我们很感谢 谢谢李老师 您的艺术让我们的生命 让这栋建筑物的生命美满 谢谢 李老师它本身有很多的故事 那借由书法还有故事 可以鼓励更多的年轻朋友 还有鼓励更多的更生人 其实在每一个学习的阶段里面 都有不一样的成长 那也许书法是 李老师能够让自己心情 写照抒发的一个方式 那也慢慢练习成一个大师 也许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专才 只要你找到方向 找到目标 你也一样可以成为大师 本次展览除了 吕学成金字辉豪的 行草或串体的创作 还有花林在地匠人石雕等其他作品 吕学成表示 希望能借由书法展交流 回馈社会 重新启动是秘密密码的善念 成就重返社会的力量与感动 钻集字比较工整 就不是快速比 那一笔一话 这个比掉就把那个情绪塑合在比调里面 那在自然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大悲咒 因为我妈妈我在监狱时候 她在 在96、97年就死掉 这叫做 那天整个 那监狱队也很老 就灯把我开到时候 我就开始再写字 就写那个心经啦 大悲咒 那血体就烧给我妈妈 所以那时候在 我们一个人在一个急 急哀痛的时候 那心会 会转移 因为只有 只有伤心嘛 什么都没有 那书法也是这样 你在一个 在一个灵境的时候 你这样去写的时候 虽然那个痛感 一段时间过后 发现书法进步 这之间 就这样一直写 我也没有想到说 要展书法这一方面 刚刚我耳之九月 十二月时就要我回来嘛 那时候想说 那我朋友知道我会写的时候 到大陆去签一些签约商业的事情 那结果疫情一直来 我就在 八二月份的时候 开始说 不然我在台湾就来展展看看 旅学成大爱无色 重启生命密码感恩之旅 巡回书法展 即日起在华林限定 古籍检察长宿舍 展触至8月31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讲帮演 华林市报导